电影《恋伤2013》是现在宁波开机了 作为一部时尚题材的影片 主演们也都是身材高挑 很有模特的范儿 其中女主角的身高更是让男演员们压力山大一起来开机 电影《恋伤2013》讲述了一群模特的故事 演员们自然是清一色的高挑身材 替台走秀凹造型更是不在话下 这份身高上的差距 着实让前来客串的罗家英自嘲了一把 演员女主角由新晋龙女郎张岚新担任 入行前她曾经是国家跆拳道队运动员 身高接近1米8 拍戏时还要穿上10厘米的高坑鞋 这下即便是模特出身的男主角李威廉 也感到压力巨大 第一次我知道那个演魔界的感觉是怎么样 因为我在心里面感觉我是哈比人 同样是运动员出身的胡冰 对于身高问题就没那么敏感了 不过张岚新在成龙电影《十二生效》内的打女形象 却让胡冰心有余悸 这种合作还是第一次真的 就是运动员出身又当模特又演戏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羡慕 共同语言 对 但是我很害怕被你打 我跟他见面的第一下他就打我一个巴掌 你没有恨我吧 没有问题 就不小心 然后在拍的时候 恩基十几次 那个脸上就是十几下 因为脸有他那个陪恋的对象吗 陪恋啊 就是被他打过吗 其实我一看到我就怕了 因为他在心里面高跟鞋 比这个高 然后我就站在他旁边 有时候我还要坐下来 然后看他的角度 我觉得我真的很高 别看胡冰爆料如此积极 其实他这次戏份并不多 这两年来 友情放松一下的胡冰 很少担任影视剧主角 反而热衷于友情客串 而这种四处打加油的生活 却让他深感惬意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客串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好了 好了大家都有份 坏的是他们的 我觉得对吗 好了大家都有份 你压力忽然又变大了 我觉得开玩笑 其实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出一把力 我觉得让这个戏变得很好 就加油啊 你们 谢谢 娱乐天天地 刘莉 许文奇 您播报道 我们下期待